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中共的最高层,最近有一则无头新闻或者是无人新闻是引来了关注而且饱受媒体的批评 所谓的无头新闻就是在这一则新闻消息之中是有时间有地点这样的要素的 但是整个内容看起来就是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确认是谁在那里讲话发表观点 就像一个人没有头,就像一个人没有了脸面一样 不过综合比对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蔡奇了 蔡奇身上现在看上去又有了新的担子,有了新的任务,也不排除又有了新的头衔 目前被公认为是中共党内最大的抬轿子的人 所谓的声望甚至要压李强一头的蔡奇 怎么样就突然间低调了一把呢?比较值得玩味 当然这则无头消息之所以备受批评 主要的观点还是指目前中共政治的不透明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给人的感觉不像一个执政党,而像是在野党,甚至是地下党 先来看一看这则无头消息究竟讲的是什么内容 其实事情是发生在6月15日 当天中国的官媒央媒有报道,没有提人,前面说过了 那么一直到6月21日,6月20日 不同的官方的媒体现在还在报这则无头消息 它的标题啊,根据官媒通报的说法 就是中共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举行 毫不放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以深化拓展实际成果彰显主题教育成效 这个其实是中共目前非常流行的党八股了 具体的这个会议的时间是在6月15日 地点在北京举行 那么其中两个地方涉及到了习近平 首先是会议指出,党的19大以来 党中央,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作为党的作风见识的重要内容来抓 杀住了一些歪风邪气 然后中共党的20大又明确提出 要持续深化纠置四风 重点纠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以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更加坚定不移加强作风建设等等 第二句话提到习近平的是说 会议强调要将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作为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会议还强调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纠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 特别是一把手要对减负工作 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 重大事项亲自处置等等 大概就是这一篇消息主要的内容 其实现在总体来看 中国各个地方的官员 确实是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 放在了抓经济上面 恢复经济上面 但是可以看到中共高层 有不断的业务学习 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的压力 在往地方上的一把手 各个级别的党委党组的一把手 身上在加压 关于这则消息 香港媒体的说法 就是整个官方的通稿中 是只有会议指出 会议强调等等 就是不提什么人 所以看上去是非常的神秘 非常的罕见 而且观察人士非常的细心 就看到就在这一场会议举行的当天 其实中国的央媒央视就做了专门的报道 不过整个画面是只有蓝底白字的新闻 主持人在念稿件 但是它的位置是排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消息 以及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消息之后 同时又排在中共中央纪委书记李希的相关的新闻动态之前 所以卡在中间的最有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上做了讲话的人 要么就是蔡奇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 要么就是丁薛祥目前的常务副总理 两人中间的某一位 那么做一个时间线上的梳理 现在看这则无头新闻的头脸就是蔡奇了 因为2019年是中共所谓的基层减负年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解读 建制形式主义 那么具体负责发文件 负责在高层进行推进的 主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公开信息可以看到 在2019年的4月1日西方的渔刃节当天 丁薛祥是当时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书记书记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时也兼任着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她是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专项工作机制的第一次会议 此后2020年的6月份 2021年的8月份 2022年的3月份 中共二十大之前 都可以看到丁薛祥 在主持相关的会议 把头衔比对下来 那初步的判断就是蔡奇在6月15日 这一次所谓的中央层面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 她是做了主持并发了言的 所以这么看来 蔡奇身上似乎又有了新的担子 新的任务 也不排除又有了新的头衔 蔡奇过往几个月以来 包括她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以来 普遍被认为是非常高调的 习近平的一般的讲话 在蔡奇口中都成为了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刚领性的文件 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兼任中办主任 等于是一位常委为中共的总书记来直接服务 这个在中共的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一例 凸显中共党内的高层秩序已经变化了 6月15日的这一次的会议 因为过往丁薛祥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推进中央层面的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 而蔡奇已经是常委的层面了 所以他来抓所谓的减负工作 意味着这个任务 至少说从形势上看 重要性是诱望上走了一级 不过蔡奇舆论场上一般的理解了 如果蔡奇能够整治好中国官场上的形势主义 官僚主义 那恐怕就真的是多多怪事了 借用一位中国已经退休的副部级官员的说法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来写写文字 艺术心中的快乐 他就特别提到了形势主义 或者说中国的形势主义 之所以频频发声 一些人之所以不惜人力财力 大搞花架子 其根本不低 不就是要弄给上级领导看 不就是为了胡弄领导 讨好领导吗 另外一边 有一些官员明明晓得 下边是在作假 是在搞形势主义 然而这些官员并不拆穿 依旧嘻嘻哈哈 高高兴兴的点点头拍拍手 很好很好 大家都好 同志们很努力 同志们辛苦了 所以这一位副部级的官员 他认为是官僚主义 就把形势主义给生养出来 官僚主义就是形势主义的靠山和后台 当然有一些话 这位体制内的退休官员员恐怕不好说 那就是官僚做法 官僚主义其实在很多国家 包括西方国家都存在 但是因为中国的他的官员的任免机制 他的权责自上而下传递 是非常严格的严谨的 所以导致官僚主义是共产党的击毙之一 很难去除 而官僚主义存在 形式主义相伴相生 另外一个看点 就是6月15日这一次的会议 中国央媒报道的形势 考虑到蔡奇他位高权重 得到习近平的充分的信任 所以无头新闻的包装方式 理论上应该是蔡奇方面的要求 所以这个看上去也是比较的反常 甚至也显出一些神秘 现在对习近平表达忠诚的 李强、蔡奇非常的突出 李强的做法就是不断的调低自己 要低到尘埃里面去了 过往李克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是做专机进行出访 李强是只做包机 中国的国务院在中国法律上 是最高的国家行政机关 但是到了李强的志下 中国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做到两个维护 所以李强是在非常踏踏实实的践行 习近平的一尊 和李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蔡奇就显得比较高调 是调高调门来对习近平表达忠诚 他的做法看上去是比较的突兀 而且也招致了舆论场 不管是中国国内 还是海外的舆论场的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甚至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他俨然已经风头超过了李强 成为了中共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大有所谓的接班知识 如果不是他的年龄摆在那里的话 所以目前来看 是不是蔡奇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了呢 中共历史上所谓的接班人稍微远一点 毛泽东的四位接班人 刘少奇 林彪 王洪文 华国锋 可以说呢 命运多舛 稍微近一点的 曾经被视作所谓的储君或者是接班人的 孙政才目前在秦城 陈敏尔目前在天津做市委书记 也是诸事不顺 还有一位胡春华 中国二世大上甚至没有进入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行列 最后是成为了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之一 算是一个安慰奖吧 副国级的政治人物 蔡奇从年龄上来看 比习近平是小了大概两岁半 陈敏尔是比习近平小了大概是七岁左右 李强比陈敏尔大一点点 比习近平是小了六岁左右 当年被称为毛泽东可能的接班人的刘少奇 是比毛泽东的小了五岁左右 所以蔡奇目前来看 在年龄上是没有接班人的优势 另外一点就是中共的历史的教训也表明了 比较早的戴上了接班人这顶帽子 搞不好真的要酿成无头新闻了 蔡奇接下去还要怎么样的折腾 是不是稍微低调一点呢 需要继续的观察 目前来看 围绕着无头新闻 香港媒体批评火力比较集中的 还是认为中共的政治上的透明 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倒退 香港媒体就特别提及了 在去年2022年的11月 今年的1月份和5月份 至少说是这三个月了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底有没有开任何消息 没有出来 根据6月21日香港媒体的看法 当然也是他们的一家之言 就是认为政治局会议应该是开了 但是呢 会议主题保密的内容是比较的多 所以就不公开报道了 关于政治局会议没有召开 其实民进追击过往的报道是比较多的 在6月1日民进追击的报道中就特别提及 5月份的政治局的会议是密而不宣 因为5月29日的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 是召开了一次集体学习 而不是上午 考虑到政治局委员 尤其是地方上担任一把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 其实呢相关的事物千头万须 如果不开政治局的会议 那么集体学习理论上就安排在上午了 而且那一次的集体学习的主题是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非常的务虚 没有太多的紧迫性 所以不开上午的政治局的会议 似乎呢可能性是很小的 另外一点对于一些内容敏感而重要的 政治局会议 中共官方部对外发布消息 其实呢过往并不罕见 这中间非常突出的 如您现在看到的 在2022年10月1日的民进追击一期节目中 其实就提到了当时地方上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啊 是集体的消失 所以当时初步的判断 9月29日中共是举行了一次政治局的会议 中国官方的媒体是披露了9月9日 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但是没有报道 9月29日是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果不其然到了10月底 中国官方媒体是发布了消息 指2022年9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审议通过了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 然后决定提请中共的20届一中全会和中纪委 依次全会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围绕着这些密而不宣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的会议 香港媒体6月21日的一个说法 就是原因啊 主要是因为近年来随着外围环境的日益风高浪急 高层是忧患意识日增 胡温时代开启的一些透明化的趋势是有所转变 经济上也出现了越来越不透明的情况 这中间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万德公司 它是中国的金融数据和信息数据提供商 从今年开始 在一些境外的客户想要成为万德的会员的时候 即便你缴钱他还要做进一步的审查 这个普遍被西方媒体解读成为 中国官方对于金融数据信息数据是已经大空的事 越来越严了 此外福建省统计局根据此前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 非常难以在境外打开 没有办法看到福建省官方发布的一些数据 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是福建官方 在斩断这些信息对外的发布的渠道 民进追击在6月21日 对福建省统计局是否能在海外登陆进行了测试 6月21日当天信息 第三方的数据是显示没有相关的限制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打开 关于中国经济上的做法的不透明 中国的一位体制内的人物 经济学者过往在中国的国务院长期担任司长的徐林先生 在此前的一次内部报告中就提到了 对中国来说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必然要遵从更好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 要服从高标准的规则 那么中国是不是愿意开放媒体 让投资者科研人员和市场主体 更便利更全面的了解全球市场信息和科技文献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就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和技术的改革难题 徐林就特别认为 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性的脱钩 一旦形成对中国来说 可能比产业链的脱钩危害更大 也更深刻 徐林其实是从反向来说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网络的限制 所谓的防火墙的存在 中国的商人 学者是没有办法比较顺利的 进入到海外来获取信息的 那眼下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 是海外的一些学者 媒体包括经济界企业界的人士 是没有办法进入到 或者说获得到中国的信息 那根据徐林的意思 其实这都属于制度性的脱钩 为了这信息的遮蔽 现在批评的声音是非常的集中 就是在所谓的总体安全观 这样的思路之下 中国共产党它的形势的方式风格 现在看上去越来越像在野党 越来越像地下党 而不是像一个国家的执政党 对外的数据不透明 这种态势在增加 对内一些数据发布不及时 不透明 现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大陆舆论厂批评比较多的 就是6月9日 中国的民政部是发布了 2022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 很多数据啊 中间就唯独缺少了遗体火化数据 根据胡温时代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其中有明确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各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但是经权力人同意公开 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 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 涉及商业秘密 各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可以予以公开 根据这条规定 其实中国过往是公布遗体火化数据的 所以这一次不公布 你很难自圆其说 而且他不公布 其实对于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更大 有数据表明 中国遗体火化的比例和非火化 中国主要是土葬比例 大概是5比5左右 所以透过遗体火化数 它的增加再结合非火化人数 死亡处理的增加 那基本上就能够看到 中国疫情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 到底有多少 所以显然中国政府是担心 这样的数据会刺激到普通人 亡魂太多 冤魂太多 中共方面可能的担心 就是会影响到他们执政的安全性 合法性 以上是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有些信息是缺失的 最后再来看一看 突发的安全事件 信息发布的方式是引来了普遍的不满 6月18日 19日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的官网 是发布了2023年1至4月 1至5月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情况 其中就特别提及 期间是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一起死亡53人 但是没有提及所谓的失联人数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提法 报道的方式 就是从这个公开信息判断 这起特大事故 就是2月22日中午1点钟 发生的新井 煤液坍塌事故 非常的惨痛 其实4月间 家属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政府方面表示 搜救是已经停了 要避坑来修 边坡 已经把机器设备都撤上来了 所以有些人估计最后 也没有办法 把它找到 把它挖上来 那这样的信息的发布方式 现在内蒙古方面 可以说是饱受批评 加上这一次重大的安全事故 再加上此前 习近平去内蒙古进行视察 媒体一般的解读 是因为黄沙满天飞的频率 是比较的高 所以习近平对于内蒙古的生态保护工作 是不那么满意的 所以两项结合起来看 坍塌死了那么多人 内蒙古官方会不会被中国国务院的 相关部门进行问责 会问责到哪一个层级 应该很快会有一个消息出来 最新的情况也显示 内蒙古的一把手 自治区的书记孙少诚 现在看来是急了 他开了一次会议 就表示 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 从国之大者的高度 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的建设 既是重大政治任务 也是宝贵发展机遇 那各级要拿出不计成本 不讲代价 完成政治任务的坚决态度 持续广泛深入宣传内蒙古防杀 制杀的实践和成效 为打好打赢十年攻坚战 营造浓厚的氛围 孙少诚的提法 不计成本 不讲代价 真的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习近平是给这些官员 要求他们立下了十年的军令状的 他要再管十年 再看十年 这种来自官员的态度 顶层的要求 最后压力层层释放 会不会又导致 基层压力太大 或者基层又搞起了 所谓的形式主义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要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 进行全天候播放 南华独家 刘鹤宝刀不老 退而不休 继续的重用 尽管他退休了 但前中国副总理刘鹤 仍然定期就重要的 金融和经济事务进行咨询 特别是在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上 因为北京正在思考 如何在这些领域 与华盛顿打交道 五位不同的消息人士告诉 南华早报 刘习近平主席 最值得先来的知己之一 他仍然参加 关于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 并保持着很高的影响力 尽管他在三月份领导层改组后 正式辞去了所有职务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领导层高度重视 刘的丰富经验和知识 另一位说 他被要求就国内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 以及如何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 与美国打交道提供意见 据另一位消息人士称 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访问北京后 包括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在内的更多美国官员 也可能访问中国 这里是中国简报 美国 中国 印度等国将就乌克兰战争举行会谈 日经亚洲报道 日经新闻获悉 来自美国 中国 日本 印度和乌克兰等 国家的高级安全官员 将很快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 讨论乌克兰的冲突 将迄今为止保持中立的国家 带到谈判桌上 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 沃洛德米尔赛兰斯卡 呼吁建立一个涉及不结盟国家的论坛 在上个月在广岛举行的 七国集团峰会上 讨论与俄罗斯的战争 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 其他国家领导人 也出席了该论坛 哥本哈根会议的与会者 将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捷克沙利文和日本同行 沙特阿拉伯 南非 巴西和土耳其的官员 也在讨论加入 G7峰会后通过的领导人公报 确认了该集团深化与新兴 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以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意图 他明确呼吁 中国敦促俄罗斯停止军事侵略 并从乌克兰撤军 基辅发起反攻 以重新夺回俄罗斯控制的领土 但泽伦斯基周三 承认进展比预期的要慢 由于看不到停火的前景 人们越来越担心冲突 将继续拖延 这里是中国简报 拜登发表习近平独裁者言论 称美中关系安然无恙 路透社报道 拜登总统表示 他不相信 他将中国总统习近平 成为独裁者的评论 会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一次筹款活动中 发表了这一评论 他说 当一个可疑的中国间谍气球 在美国领空被吹离航线时 习近平感到尴尬 中国就此评论向美国政府 提出了投诉 拜登此前 曾将中国成为 本质上一个独裁政权 和独裁者的地方 这里是中国简报 莫迪在白宫会见媒体 并回答罕见的问题 英国独立报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 以避免五脚本时刻而闻名 他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莫迪来说 这是罕见的 他主持了印度新闻自由的下架 新闻发布会比平时更加有限 只在前一天才达成一致 一名印度记者询问气候变化问题 而一名美国记者向莫迪询问人权问题 莫迪为印度辩护 称民主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 并否认该国有任何歧视 这里是中国简报 TikTok的美国高管 在重大改组中辞职 华盛顿邮报报道 TikTok的首席运营官VPapas 在该公司工作五年后辞职 Papas是TikTok在美国最资深的高管 在该应用程序的流行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举出台之际 TikTok正面临美国立法者 对其中国所有权的担忧的挑战 高管变动也恰逢科技巨头Facebook Instagram和YouTube的竞争加剧 这里是中国简报 亚投行行长拒绝加拿大的担忧 并相信成员国的支持 彭博社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行长经理群 驳斥了加拿大对该机构 及其治理结构的担忧 加拿大最近宣布 他将停止与该银行的所有活动 同时对一名前高管的指控进行审查 这位即将离任的高管声称 亚投行由共产党员主导 文化有毒 加拿大也对该银行 对俄罗斯的立场感到担忧 金表示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亚投行坚持国际最佳事件 这里是中国简报 拜登表示将与莫迪 谈论人权和法治 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计划在周四的会晤中 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讨论人权问题 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他自己党内的活动人士 和进步立法者 敦促他公开解决 印度不断恶化的人权记录 然而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印度在对抗中国方面的重要性 美国不太可能批评印度的人权状况 众议员伊尔汉 奥马尔 刘航欧马尔 拉西达 特莱布 Rashida Tlaib 和亚历山大 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 Alexandria Acasio-Cortez 以及参议员 博尼 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都抵制了莫迪在国会的讲话 理由是印度虐待持不同政见者 和少数民族的指控 印度政府坚持认为 其政策旨在为所有社区的福利服务 并平等地执行法律 印度的新闻自由有所下降 近年来 印度的互联网关闭次数 是全球最多的 该国还引起歧视性的公民法 和反规依利法而受到批评 这里是中国简报 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不是对中国的范式转变 南华早报报道 德国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但该文件 因在关键问题上 缺乏明确性和模糊性 而受到批评 虽然该战略承认 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 中国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但它没有提供德国计划 如何应对这些威胁的明确细节 该战略还忽略了乌克兰 和台湾等关键安全问题 批评人士认为 德国正试图维持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同时也安抚美国 缺乏国家安全委员会 阻碍了该战略的实施 这里是中国简报 国会关注中国购物网站的 严重强迫劳动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在线购物平台铁幕 TML被立法者指控 违反美国法律 为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提供进入该国的渠道 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 声称铁木马定期 将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 运往美国 该公司销售电子产品 化妆品 玩具和服装 因为能维持有意义的 合规计划的门面 以及利用微量规则而受到批评 该规则允许将价值 低于800美元的产品 直接运送给消费者 而无需美国海关的审查 去年 美国禁止新疆制造的产品 理由是这些产品 是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 纽约时报 上周的一篇报道称 铁木真正在出售一条 标有新疆棉花吊坠的钥匙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6月23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独家 何立峰副总理是谁 何立峰1955年生于福建 比习近平年轻两岁 1977年 何立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后 于1978年初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系 学习财政金融专业 1982年本科毕业后 留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1984年硕士毕业后不久 进入厦门市政府工作 1985年 32岁的习近平到厦门担任副市长 与年纪相仿的何立峰相遇 并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本届政治局委员中 何立峰是习近平职业生涯中最早的下属和新妇 比总理李强早是7年成为习近平下属 比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早22年成为习近平下属 习近平对于何立峰的提拔也是不遗余力的 二人相遇不久 30岁的何立峰接连被提拔担任厦门市财政局副局长和局长 2018年政府换届时 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何立峰已经63岁 接近65岁的省部级领导退休的年龄 为了延续何立峰的政治生命 习近平将其提拔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使得何立峰在65岁后还可以继续兼任发改委主任 也为中共二十大上何立峰进入政治局 担任副总理埋下了伏笔 国务院系统领导中李强来自浙江 是习近平在浙江的办公室主任 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丁薛祥来自上海 是习近平在上海和北京的大管家 何立峰来自福建 是习近平在福建的老下属 这三人与习关系直接 来自的省份也与政治局常委中负责拉车的三个载项相相同 形成未属无三国那样的互相牵制之势 其中李强与何立峰是同一代的矛盾 丁薛祥较年轻 五年以后很可能接任总理 断掉李强与何立峰的后路 因而与此二人既有代内矛盾又有代际矛盾 关于这三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我们在未来关于李强内阁的书中详细分析 另外两位副总理张国卿和刘国忠 职业生涯中与习近平没有交集 因而与习近平的关系不如前面三人直接 这两位副总理也相对年轻 本届主要任务还是辅佐好总理李强 做好各自领域专业工作 争取五年后进入常委 我们在下面两节中介绍这两位副总理 投资者在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出台前搁置中国资产 环球邮报 过去几个月 投资者对经济数据感到失望 而且北京方面缺乏有意义的政策回应 因此他们正在等待中国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 然后再对经济复苏做出更积极的押注 中国公司向俄罗斯军火工厂运送大量火药 纽约时报 美国官员称 中国可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 以支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去年 在有数万公斤无烟火药的火车车厢 曾两次穿越偏远小镇后 贝加尔斯克的中俄边境 这些粉末是由保利科技公司运送的 这家中国公司 此前曾因向伊朗销售导弹技术和支持 而受到美国制裁 目的地是巴尔纳尔丹药厂 该工厂有向俄罗斯政府供货的记录 这些货物是由美国贸易数据 聚合商Import Genius识别的 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 支持其战争努力的产品表示担忧 中国表示 不会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致命援助 然而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对中国私营企业提供援助感到担忧 李强捍卫尉中国经济势头 拒绝脱钩呼吁 彭博射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呈现向好的势头 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他还重申 中国反对脱钩 认为自己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 而是机遇 李强呼吁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 推动绿色发展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并敦促发达国家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在此之际 中国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房地产下降 商业投资下降令人担忧 以及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中国在历史性热浪中发布警报 未报 中国东北部正在经历热浪 气温破记录 在中国 数百个气象站报告6月份创历史新高 其中北京观测到41.1摄氏度 为2014年以来该月最高气温 天津市报告了41.4摄氏度的历史新高 而大港则创下了41.4摄氏度的历史新高 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 气温达到41.8摄氏度 热浪导致电网压力加大 有关部门建议人们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暂停户外工作 中国消费者因核电站漏水而抵制日本化妆品 彭博社 由于担心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废水排放 中国消费者抵制日本化妆品品牌的运动 正在日益受到关注 并可能损害相关公司的利益 此次抵制活动的起因是有关废水排放有害的指控 这一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证实 大型化妆品公司资生堂的股价本周下跌了6.8% Polar Orbis Holdings和Cost的股价也下跌了3%以上 30日联摩根式单利证券的分析师表示 该活动可能会对日本化妆品品牌产生持久影响 并导致中国消费者不再购买这些品牌 随着特斯拉开始交付 中国对加拿大的电动汽车出口猛增 彭博社 受特斯拉向加拿大交付其上海生产的车型的推动 5月份中国对加拿大的电动汽车 一力出货量激增 5月份 中国汽车制造商向加拿大出口了价值2.5亿美元的电动汽车 创历史新高 较去年同期的88辆大幅增长 这占从中国向全球出口的价值33亿美元的电动汽车的8% 特斯拉的Model Y是首款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全电动汽车 预计将于本月或下个月交付给加拿大客户 印度还不是下一个中国 彭博社 印度总理纳文德拉·莫迪 最近对美国的访问达成了一系列 旨在改善两国军事和经济关系的国防和商业协议 这些协议包括联合制造和购买军事装备的协议 以及允许美国海军舰艇在印度造船厂进行重大维修的协议 这次访问的结果被视为进一步证明地缘政治风向对印度有利 而且该国正受益于西方对中国替代方案的需求 印度的经济成功 包括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和蓬勃发展的经济 也有助于吸引投资者并提升其制造业潜力 然而莫迪的人权记录受到质疑 印度的评级最近被自由之家从自由下调至部分自由 尽管如此 印度的经济前景及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压倒了对其人权记录和昂贵估值的担忧 该国的制造业梦想即将成为现实 其增长前景位居世界前列 尽管印度在金融成熟度和市值方面尚未与中国相提并论 但它仍然被认为是目前最有趣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据报道 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后 北京斥责美国大使 未报 据报道 中国政府以美国总统乔 拜登称习近平主席为独裁者的言论 而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 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筹款活动上 发表上述言论几小时后 伯恩斯收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外交召会 召会指责拜登侵犯中国政治尊严 进行政治挑衅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公开这份召会 似乎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最近访华所建立的善意 拜登试图淡化其言论的影响 表示他仍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与习近平会面 并赞扬布林肯对北京的访问 参馆爆炸后中国当局召开安全会议 路透社 中国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 在中国西北部发生致命爆炸后 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讨论火灾隐患和安全问题 文化和旅游部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排查隐患 加强监督检查 习近平主席已下令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安全整顿 以应对爆炸事件 北京市市长引勇强调 要排查整治火灾隐患 中美探讨增加商业航班数量 日今亚洲 中美两国同意探讨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 重点是鼓励学生 学者和商务人士出行 该协议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达成的 然而 中美之间的国际航空旅行仍在缓慢复苏 疫情前的航班恢复率不到6% 两国之间的机票需求旺盛 导致价格昂贵 国际航班恢复缓慢 也影响了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营 国航、东航、南航均出现亏损 增加航班的最终决定将在两国实质性谈判中做出 国税局特工告诉国会亨特 拜登在商业交易中援引他的父亲 纽约时报 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名调查亨特 拜登纳税情况的国税局特工的证词 证词显示 当亨特、拜登就拟一的能源交易 与一名中国商人联系时 他声称与他的父亲 总统乔·拜登在一起 涉案国税局特工加里 沙普利在证词中声称 他的团队收到了亨特 拜登发给商人亨利赵的WhatsApp消息 消息中他说他正与父亲坐在一起 并想了解为什么交易中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 已实现 沙普利表示 如果他收到招货交易其他参与者以外的任何人的消息 他们会后悔没有遵循我的指示 拜登和莫迪在联合声明中 谨慎瞄准中国和俄罗斯 路透社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期间 两国都宣称 自己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 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 强调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并对乌克兰冲突表示担忧 他们还重申对自由 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并表示反对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破坏稳定或单边行动 领导人强调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应对东海和南海基于海洋规则的秩序的挑战方面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 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机构、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3w.62brie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